你有没有发现,这两年郭德纲不仅仅上台的时间少了,即便说相声很多段子都没有以前有意思了,这个问题想必一直关注德云社的朋友多少都有些感触,那倒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 对此,郭麒麟说了他自己的见解,他说这么多年,自己父亲在商演市场上已经显有对手,在这个行业里如果到了这个程度,水平退步也是很正常的。 对于郭麒麟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,确实说起来不管是郭德纲还是德云社,这些年算是相声界的中流砥柱,关于这点不管别人同不同意,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德云社再给相声注入活力,这个行当可能都要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,其实也不用多看,把时间退回到十年前,那时候德云社还没有什么名气,单单从春晚上对小品和相声节目的安排就能看出, 有百年传承的相声已经明显不敌小品,而这一情况也是在德云社兴起之后才有所缓解,因此平心而论,郭德纲对于相声的贡献是看得见的,而这两年他水平下降也是事实,郭麒麟说的那也是一方面的因素,除此之外,其实还有很多原因, 比如说,德云社现在的发展某种程度上,就削弱了郭德纲的水平,因为他现在有这么多徒弟,不管是管理,还是对各分队的扶持,都要占用他大量的精力,即便他真的有了什么新的想法,也不能都自己用了,也要给徒弟们些机会,而他在各地开馆子的做法,其实也是无奈之举,除了盈利更重要的,就是要养活徒弟,毕竟这么多人学了相声,都要有一个说的地方, 不过这种大量开馆的模式,也让其他相声同行温不晚,毕竟现在听相声的人就不多,德云社网上这么有名,在相声界就像名牌一样,他这么四处一开,自然就会削弱当地相声同行的生意,这就让郭德纲少了很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,没了交流光靠自己想,新的段子自然也不容易产生,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,喜欢听相声的朋友可能也都有所察觉,即便在好的相声听着三, 五次也就腻了,可要创作这么一条,郭德纲可能要打磨几个月,甚至一半年的时间,这样一对比,当然就会是产量不足,或质量不高,而且多年之前,郭德纲经历的事多,他为了生活被关在玻璃房子里展览过,没钱的时候,生活中种种的东西,都是以后能够写成相声的素材,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能激起听众的供应,相声本来就是讲述一些生活中的小事,如今郭德纲身份已经大变, 他现在接触的圈子,过的生活说实话,和我们听众已经脱节,所以即便他觉得,自己现在的新相声不错,也很难激起普通观众的共鸣,一个好相声素材的完成,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心的打磨,从他的完成就已经与现在球快的生活格格不入,也许郭德纲正是看到了这点,才在说相声的同时,把自己和徒弟们带入娱乐圈,至少这样能够让他们的未来多添一些可能。 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,欢迎关注。